在现实生活里,只有思聪老公的后宫比前龙珠蹄子的女友团更精彩,毕竟王公子前几任官配网红女友已经是业内刻刻有名的人物了,所以他新女友的出现立刻成为大家望重瞩目的焦点,蜜糖千算万算,思聪竟然没有选择杨超越, 却选择了拍乡村影楼写真的土败女孩发生的十八线演员,更可怕的是思聪竟然为他收心了,甚至要结婚,这个挂吃的可真有意思, 林一鸣不见经转的十八线网红,即将尚未成王太太,蜜糖的这次从老公新女友上线的消息,本以为这些女友只是个普通选手, 但看完最近的新料发现,思聪老公对这位新女友过分上心了,首先是旅行惯例带女友去日本购物, 但是这一次大手一回就是八百万,一向爱倒地下恋爱行动的老王, 这一次竟然还破天荒的兴起恩爱来了,穿情侣装六狗,七夕在社交平台PO照片, 这一系列秀恩爱行为难道不像是一个在初中时陷入爱情里的小少男吗? 两人一起逛迪士尼,老王不仅给人家撑伞,还不忘搂着脖子,重点是这次两个人又穿了情侣装, 开心里有微博上发的照片,眼尖的群众发现和王思聪家可听传销光格一致, 以此已经住进了王思聪的好宅,情人节王思聪晒的那张照片, 妹子也在微博上发过,只是照片里只有她一个人,还有六狗那天穿的情侣衫, 她仰的科技还登上了王思聪的四人飞机,种种,细节来看,应该是她没错了, 没想到,有一天直男老王,也会向情侣装低头,老王对这位新女友的待遇可真是是无间力级别的, 之前的雪梨,都反而等女友跟她捅框时,顶多就是个陪逛陪吃的工作人员而已, 这时候你肯定要问秘堂,这位新女友是何妨神圣,别急,把挂的秘堂接下来就为你巴一巴, 零二壮脸张于起从二乡村写真翻身,这位新女友可真不简单, 这位新女友叫陈甲婷,九亿年出生,不是网红而是一名演员, 自从她被曝诸是思聪新女友后,群众也终于感叹,爱好极有网红的王校长, 这次终于换口味了,但从妹子的长相来看, 她的领可味是思聪后宫团里最有辨识度的,终于不是清一色的傻白甜系列了, 反而这个新女友,长得很,像几个女星的结合体, 有点撞脸张于起还有点像,看亲自, 因为她的五官很大气,甚至有点难像, 仔细看看也很像是蒙家慧和陈英荣的结合体, 在风格上,青春风,御姐风,性感风,人家全部都能hold住, 虽然陈亚婷还是一个小演员,作品不是很多, 但也跟几个大咖演过对手戏,和陈小春一起主演过网络剧反黑, 郭德纲的电影欢乐喜剧人,终是演了一个性感指数爆表的女保镖宝宝, 还有最近热播的《舞动乾坤》中,是演长公主沐欣琴, 秘藏这么一巴,发现这位妹子的硬件条件还是非常好的, 可是在翻身之前,这位妹子竟然是一位乡村写真风的土味女孩, 嫩磨出身转性女演员原室土味女孩摇身变变变, 一戏热沙玛特风的自拍照来席, 甚至还有乡村影楼风的照片, 虽然颜值上还是很能打的, 可是在妆容和品位上, 可谓是乡土气息浓厚, 陈亚婷之前的妆容和打扮, 确实跟现在差别很大, 这时候蜜汤不得不感叹, 跨对了妆容堪底重生啊, 零三次带紧李克星的妆容你一定要学学, No.10毛孔水煮蛋底妆, 仔细翻看这位新女友的每一张照片, 并常发现她的脸上都透着很好看的光泽感, 这种雪光并非油光, 就好似皮肤随时都喝饱了水, 又白又透, 满满的圈是胶原蛋白, 怎么打造出水煮蛋机? Step 1, 妆前宝石, 要像底妆浮血水嫩, 肯定要有一张水嫩嫩不干液的好皮, 不然上妆就难了, 假如你是打高皮的话, 请尽量选择高保湿类的产品, 如果有条件做一个面膜就更好了, Step 2, 选对粉底底妆也有很多类型, 假如要想打造具有光感的水嫩皮肤, 尽量可以选择滋润度好的粉底液或者气垫产品, 假如你手头没有具有光感的粉底, 可以使用酷合精华油或者乳液的方式, Step 3, 上妆工具上妆工具, 也能改变一个底妆的妆感, 刷子上妆这瑕礼会好一些, 用尽过水的美妆带上妆, 不仅能让妆容更加服贴, 还会避免出现瑕疵的现象, Step 4, 蜜粉底妆想要雅光妆, 笑, 选择控油类的蜜粉没错, 但想要水扑扑的肌肤还得选择烧带光感的蜜粉, 同时用刷具, 以金牌的方式, 点在你想要底妆的位置, No.2 自然毛流感霉妆当成雅婷一秒电高级, 五官立马变一提, 要归功于她的自然毛流眉, 清淡的霉妆早已取代了一朗粗没有, 毛流眉的精髓就在于基本保持眉毛的天然形态, 没有清晰的眉毛轮廓, 眉头根根分明, 绒毛感更加强, 毛流眉让女生更加的温柔和甜美, 这么画出自然毛流眉, Step 1, 画眉浅些用温水沾湿眉刷, 占取释料香皂, Step 2, 顺着眉型梳理眉毛, 制造出根根分明的状态, Step 3, 用眉笔弦充, 给眉毛上海, 最好一个一个耐心的画出质感, Step 4, 眉毛下端可以用遮瑕叶遮一遮, 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在招桃花腮红陈亚婷的妆容里多亏了气色法宝, 腮红的神助攻, 它粉嫩满满的苹果肌, 像是桃花之渗透在脸颊上一样, 其实腮红是妆容的心机重点, 不仅是让妹人们气色飙升的力气, 还是简灵神物, 更厉害的是, 它可以让你心机的闲联想, 但是腮红一直是亚洲黄皮妹纸, 不敢触碰的大皮, 为了让你选出最适合自己的腮红色系, 蜜桃为你放上黄皮妹纸, 最适合的腮红色, 亚洲黄皮最适用的腮红色系紫色系, 说到黄皮腮红, 第一个必须提的就是紫色系的腮红了, 淡淡的紫色腮红其实比粉色更前脸, 白, 黄皮使用显皮肤白皙, 最适合打蛋恶骨的外侧与下方, 而不是脸的中央, 可以修正肤色, 做高光体量用, 橘色系橘色腮红, 是最适合黄皮的腮红, 橘色系的腮红非常容易打造出健康的气色, 在偏深的小麦色肌肤上, 橘色腮红能够帮助调整肤色, 凝造红软的自然光泽, 在偏白的肌肤上, 橘色腮红则能够衬托肌肤, 让肌肤更显得白皙而有焦气, 所以, 你们猜思聪, 这次是认真的吗?